女孩不安地走在黑漆漆的走廊中 似乎正在寻找出口 突然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阴森的少年 女孩吓得惊声尖叫起来 求求你不要再对我做可怕的事了 说着女孩挣脱了男孩抓着她的手 渐渐消失在了走廊里 但男孩看起来却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成梁模样 这个故事似乎定有隐情 大家好,我是又菜又爱看的小五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一藤润二精选集第五话的上集 鸭切怪谈 片头出现的少年名叫鸭切 独自居住在一栋欧式的古柴中 那个少女则是她的同班同学藤井魏央 次日鸭切进入教室后 发现藤井正神情自若地与灵桌闲聊 与昨晚的样子盼若两人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鸭切只是悄悄多看了藤井两眼 但这目光依然被敏锐的女孩捕捉到了 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鸭切的思考 这一幕让暗恋藤井的青山毒火中烧 青山上前挑衅鸭切 不断嘲讽着鸭切的身高 二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不过鸭切并不是身材高大的青山的对手 还好藤井及时出现 制止了青山并浮起了受伤的鸭切 看来青山的嫉妒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藤井对我们的男主人公鸭切 确实非常的关心 晚上回到家的鸭切 突然听到有人在卧室外 呼唤自己的名字 听声音似乎是青山 鸭切打开门 看到的却是一幅骇人的景象 鸭切虽然吓了一跳 但似乎并没有特别惊恐 原来这个老宅中的时空 似乎并不稳定 用鸭切的话说 那就是这个房子里 有着异次元的进出口 第二天青山果然如常出现在班级中 看来昨晚的诡异怪物 似乎确实来自神秘的异次元 藤井一直对鸭切居住的 如同中世纪的城堡一般的家 充满着好奇 这天放学 他便紧随着男孩 并提出想去鸭切家参观 鸭切对近期家中 频繁出现的异象 依然心有余悸 但他拗不过藤井的再三要求 无奈之余便带着藤井 进入了自己居住的故宅 但一进院门 藤井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之后的三天 藤井依然没有出现 莫非是进门时 藤井正好走进了 益次元的出入口 沉思中的鸭切 突然被门外传来的声音 打断了思绪 这次的声音 似乎 正是失踪已久的藤井 恐怖的一幕 再次上演了 雀京 雀牧 �头 萌生 死垣 愚热 二手 魂 嗨 我不不是 hospital 膈活 若 这次出现的藤井 究竟是异次元中的女孩 还是三天前 在自己眼前迷失的同学呢 鸭切阵阵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脑海中思绪万千 不论如何 异次元一定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 不知不觉中 鸭切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也穿越了次元 因为她的眼前 不仅不是之前自己所在的房间 甚至还有一个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少年 以及被绑在椅子上的藤井 原来为了达到理想的身高 异次元的鸭切一直在研究神秘药剂 并拿同学做实验 可惜实验均没有成功 异次元的邪恶鸭切失败后 便将实验品一号 异次元青山和实验品二号 异次元藤井 丢进了其他次元 也就是我们的主角 鸭切之前所在的主世界 而主世界的藤井 也因为误入了异次元 不幸被她捉住 即将成为邪恶鸭切的实验品三号 邪恶鸭切的注射器 眼看就要扎在藤井身上时 真正的鸭切冲上前阻止了她 邪恶的鸭切将目标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并拿起注射器 原来被注射药剂的 是邪恶的鸭切 而她面前这个毫发无损的少年 还是自己认识的鸭切 在二人扭打的过程中 注射器飞了出去 并被主角鸭切拿到 主角鸭切也借此 终于战胜了异次元中的邪恶鸭切 别以为这就完了 无数个次元中 还有无数个邪恶的鸭切 会来找你的 话语间 怪物化的鸭切 渐渐化为了一滩烂泥 主角鸭切 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听起来 这个诡异的故事 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 无数个异次元世界中 还有无数个邪恶鸭切 在黑暗中虎视眈眈 之后的故事里 这座鸭切 曾祖父留下的 中世纪的谷底里 还发生过许多诡异的故事 例如墙壁中的古老干尸 不知何人留下的恐怖照片 异次元过来的 异次元父母等等 其他的故事依然精彩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漫画 《鸭切怪谈》 之异次元的墙壁中 继续了解 下集 小五将为大家带来 一腾润二精选集 第五话的下半部分 我们的老朋友 双一又回来了 这次双一又会对我们 带来什么样令人 忍俊不惊的故事呢 我是小五 我们下个故事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